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南宫复辟之后又出于私心杀掉于谦为首的权臣 害明朝由胜转衰 朱祁镇之后 明朝没有出现能够力挽狂澜的皇帝 反而出现了一个比一个怪异的奇葩皇帝 进一步加速明朝灭亡 到了末代皇帝崇祯手上 明朝已经无力回天 崇祯继位的时候才17岁 相比前面几个昏庸无能的皇帝更尽职尽责 想把明朝从生死线上拉回来 因此 在没有任何势力的帮助下 他把奸臣魏忠贤一党铲除掉了 万历皇帝三十年不上朝 留给后世一大堆烂餐子 害得崇祯变成工作狂 鸡鸣而起 夜分不昧 有一次彻夜办公 去跟刘太妃请安时 坐在椅子上都睡着 刘太妃看他才二十多岁 就累出了白头发和鱼未闻 不忍心叫醒他 就让他多睡一会儿 有付出就有回报 崇祯如此勤政使明朝繁荣了一阵子 但那也只是明朝灭亡之前的灵光返照 北京城外 一只鸡就提醒了人们 北京城外出现一只公鸡 1637年 崇祯执政第十年 玄武门外 一只公鸡长得非常喜人 毛色光亮 鸡关子红得像雪 鸡爪比别的鸡大出好几倍 走起路来十分神奇 其他公鸡见到他 都不敢跟他抢吃的 都要等他吃完才去吃剩下的 因此 这只鸡长得非常肥 有四十斤了 鸡的主人没见过这么肥的鸡心里非常高兴 心里想着 这只鸡可能代表他家未来的日子会越来越好 人的猎奇心自古一始 这巨型公鸡惹得街坊邻居都争相过来观赏 甚至问主人 是如何将这公鸡养这么大的 取取经 这看热闹的人群中有一位道士 道士严吉看到这只巨型公鸡的真农之后 大哭起来 转而告诉这一家农夫 这公鸡并不是公鸡 而是一种叫熬的鸟 说这只鸡会带来霉运 鸡主人以为道士是故意想骗他的鸡 不肯相信他说的话 除非讲出原因 严吉只好告诉他 此熬也 所见之处国王 十日之后大名必亡 熬是《山海经》记载的一种鸟类 跟龙 粪 麒麟出现的时间大致相同 但前三者都是锐兽 熬是不响鸟 一个国家要是出现它 就必将走向灭亡 熬出现在北京城外 那就说明明朝将要灭亡 熬的传闻传遍民间 搞得人心惶惶 崇祯也听到了宫外的传言 为了安抚人心 命人将熬和炎吉一起杀掉 崇祯以为杀掉他们就能避免明朝灭亡 可这只是自欺欺人的做法 外面到处都是起义军 果不其然 没过多久 就像是道士所说的那般 明朝进入风雨飘摇的时期 十天后 事情果然应验 李自成闯入明朝的皇宫 崇祯帝自义 清兵入关 江山一主 明朝的统治时代就此画上句号 1644年 李自成大军兵分两路进攻北京 他自己带一路人马北上 3月10日杀入北京 崇祯在李自成闯入北京前 把儿子送出皇宫 希望保住老朱家的血脉 将来还有复国的机会 他的妻女逃不掉 他怕妻女遭到李自成这些粗人的领辱 提前斩杀掉他们 张皇后 数位嫔妃 6岁的招人公主都死在他剑下 15岁的长平公主因为用左手挡了一下剑 没有被杀死 但他失去了左手 崇祯不忍心再捕杀一剑 对他叹息地说了一声 如何过生我家 4月25日 崇祯留下一封遗书 到此还在想着百姓 自己的尸体可以给李自成任意分裂 但不要伤害一个百姓 写完这封遗书 他就除掉冠冕 去到眉山上吊字役 延续了276年的明朝就此灭亡 李自成所率的农民军都不是正规军 没有素质可言 根本就没有把崇祯最后的遗言放在心上 肆意对明朝老百姓和官员展开屠杀 还利用酷刑逼迫当地富豪捐出财富 北京城几乎都被李自成大军血洗了一遍 李自成也不用嚣张太久 短短42天就被吴三桂与清兵一起赶出北京 他几十万大军灰飞烟灭 自己也丢了性命 属于清朝人的时代拉开帷幕 明朝灭亡的真相 这时候那农民去看那只被盗士称作敖的攻击 找寻一圈却再也没有见到 敖真的不见了 那道士真的说准了这一预言吗 其实并不是 敖不过就是一个由头 明朝的灭亡就是历史既定的事实 谁也无法改变 道士所说虽有些预言的成分 但这预言要成真并不是因为敖的存在 若是仔细分辨出这预言的时代背景 我们会发现 一切的一切都是有迹可循 李自成进京 崇祯帝自义 清兵入关 江山一主 这一切的一切看似不相关 实际上却是环环相扣 明朝本就已经迈上了灭亡的道路 自万历开始一点点的崩塌 宦官乱政 问题频发 一个又一个接踵而至 明朝本身的制度缺陷越来越明显 就如蝴蝶效应一般 一步错步步错 只要是对政治有所关心的人 都会知晓当时的危急情况 明朝统治的崩溃 并不止只从崇祯帝这里开始的 可以说一切都是有预兆的 只不过当时的统治者丝毫没有当一回事 矛盾一点点的堆积 在崇祯皇帝统治期间彻底崩塌 而这道士只不过是借有额之说 将明朝将亡的事实说出 若说那四十多斤的公鸡是额 那也是在明朝逐渐崩坏之时才出现的 也就是说因果之中 因是明朝的落寞才会出现额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额的出现是为了清朝的统治铺路 这一现象在朝代交替之时特别多 尤其是发生在当朝的统治者身上 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 标榜自己是真龙天子 往往会有各种奇怪的征兆 例如刘邦斩白蛇等等 为了给一个朝代名正言顺的灭亡 也往往需要一个由头 表示上天如此 后来者是遵循上天的旨意 这般做的原因 既是为自己的造反打上一个光荣的由头 也是为了显示自己上位的名正言顺 因此在民间传说 亦或是史料之中 出现有关明朝末年出现熬的记载 也再正常不过的是 毕竟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 由此看来 其实并不是道士算的神 也不是这意象带来的 而是百姓心里如明镜一般 知晓一个朝代的灭亡 当一个国家民不聊生 百姓吃不饱穿不暖 达官贵族却夜夜升歌之时 自然会有熬这类异象的出现 道士的预言即使来自所见所闻 也并不是有什么看破天机的本事 只不过在当时 很多人都明白 这个国家终将走向灭亡 若是没有李自成 也会有别人站起来 有些故事看似玄幻 若是仔细思考前因后果 其实道士本身 不过是借着事实来猜测未来的轨迹 因为有些事情太过明显 所以很容易变严重 道士的出现 意象的出现 其实不过是人们的一个借口 有些数法也不过是 皆有玄幻的由头 背后的缘由 其实也是可以用科学 亦或是逻辑来进行解答 若没有答案 不是虚假 那便是我们如今尚未知晓 如何去证明 但我们的后人 终将会有人能够证明其中的奥秘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您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录为 周 XL